欢迎回到热线追踪 疫情过后 全球正在面临一场抗生素缺药的医疗危机 回说疫情 您记得院内感染的危险吗 这是指患者在住院期间 遭到院内的细菌感染 除了患者本身的疾病和健康状况 导致抗生素用药选择有限之外 院内的细菌若有全抗药性 更可能导致无药可用的窘境 医疗上 对抗生素新药的需求有增无减 但是在全球市场竞争 健保给付价格 甚至地缘政治等等影响之下 对台湾的急重症患者十分不利 如何能解 热线最终的专题报道 病房内的生存搏斗分秒必争 急性病的病情变化快速 医疗人员仰赖抗生素对症下药 但是感染科权威 现任台大儿童医院院长黄立民直言 近年陷入新药不足 淡尽圆绝的窘境 它不是真的没有药了 它只是药不过全世界用了 那我们这种比较低价买的国家 一定是受到影响 常见的院内细菌感染 像是在加护病房的肺炎患者 因为使用呼吸器管线跟外界联通 接触到细菌的风险较高 若因此感染需要使用抗生素 经常面临药效有限 那它在加护病房待久了 有些人会待两个月三个月 待到最后的时候 而且已经使用过各种抗生素了 待到最后它产生的肺炎一定是全抗药的 就是基本上你 你目前手上有的抗生素几乎都没效 国内的抗药性监测中 以暴室不动感菌为例 抗药性从2014年到2022年 在医学中心发现提高约两成 区域医院也提高近一成 另外抗药性增强的 还有绿农感菌 克雷博士肺炎感菌 等等至少七种 那现在问题就是 最后现在的抗生素呢 他们也是先卖欧美市场 那他们可能欧美已经卖五年了八年了 才想到要不要卖台湾 才开始来台湾申请药证 申请台湾健保给付 所以常常美国已经用好几年的药 我们去开会都听过了 可是台湾还没进来 疫情期间 国际缺乏抗生素浮上台面 一般来说 抗生素使用分为第一线 第二线和第三线 前线的药品较早问世 通常是足弓特定细菌的窄效药物 后线的抗生素 是在前线因抗药性失效时使用 通常是新药 或是对付多种细菌的广效药物 但是新冠疫情时 各国放宽使用广效抗生素 激化抗药性问题 更为全球缺药点燃引线 台湾药厂透露 想买到新药难上加难 像中国公司或一些公司 它就把所谓的大中华区 或亚洲区的销售权整个拿走 进而在台湾的公司像东洋 我们要去跟国外公司谈的时候 我们就拿不到这样的权利 因为它拿下比较大的区域 它是用非常高的所谓的授权金 或商业条件 进而取得了台湾的销售权 抗生素研发不易 加上患者服用期间约一到两周 而慢性病或炎症用药 都是数年以上 对国际各大药厂来说 抗生素的投资报酬率相对较低 更不愿投入制造和开发新药 世界卫生组织数据显示 临床试验中的抗生素新药 有27种针对颇具威胁的细菌 严正用药则有1300种差异悬殊 抗生素的生产线很固定 可是同时它也很难扩充 所以也就是说 如果今天这个利润不够的话 厂商就会把这抗生素的量减采 你如果跟国际产线比人家稍微低一点 厂商还是会卖你 可是你如果跟人家差很多 那厂商可能就真的会考虑不卖你 国际掀起药物竞争 台湾市场有限 健保给付也有价格压力 加上核准前 还得捕捉亚洲人或台湾人的实验资料 才能符合国内法规 导致抗生素新药在台上市 关卡重重 2014年至今 台湾总计核发7张药诊 我们也在配合健保署去 进行一些共同审查的机制 让这些新 未来的一些新的抗生素 能够精造 拿到健保药价的部分 那如果一旦有研发的新药 要进到健保 在健保有限的经费下 它还是最高的优先顺序 有一个抗生素 是原厂的抗生素 我们5月份申请之后 我们11月份立刻讨论 来决定要不要拿罗几副 新药从研发到取得药证上市 所需时间盛长 在下一个新药出现之前 若原厂现有的原料药专利权过期 其他药厂便可以用同样的成分 和制成来生产 也就是所谓的学民药 这是台湾和世界许多药厂 填补抗生素缺口的处境 不过今年因为疫情和国际战争 原物料价格上涨 也提高原料药和学民药的生产成本 药荒雪上加霜 健保署因此严理提高健保给付 期待吸引国际新药进口 也扶植国内药厂解决缺药难题 针对我们的健保的药价 觉得是没有办法制议它的成本 造成它不太愿意再提供的话 它也可以向健保署来提出 成本不服要提高药价的申请 专注在于所谓的特殊剂型困难学民药 包含我们两性美术微脂体的部分 得到美国的FDA的认证 进而可以出口之外 新的抗药区乏情况之下 我们也积极地去引入新药进来 尽可能地让台湾临床这种药可用 药荒危机悄悄上演 医药界担忧缺乏新药 以及抗药性增加的现象未解 2050年之后 恐怕威胁我国3.3万名 急重症患者的生命 我想临床上 大家可以看到很多 我想大家这几年也慢慢发现到 在COVID之后 可能免疫负债 各种问题都上演 所以感染的问题是 其实是一直没有休止 那用我们手上能够用的武器 尽量去把病人治好 不过当然有些时候还是很困难 这个也是会碰到 那有些时候你尽量去尝试 它还是有可能就被你救回来 不过这种是不比你手上 让有很多武器的时候 比较方便 比较好使用 新冠疫情缓解之后 抗生素作为治疗的重要武器 在下一场大疫来临前 缺药的隐形医疗战争 以率先在全球揭开序幕